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2日 拜仁出征毛勉比 德国杯第三千余 周四凌晨继续进行 届时德甲班爸拜仁慕尼黑江 做客挑战勉恩斯 双方在经济德甲手循环交锋中 拜仁以6比2大胜勉恩斯 球员心理方面占优 加上两对实力差距肉眼可见 拜仁此行有望在90分钟内顺利过关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勉恩斯向来都只属一只平庸之师 在德国足坛获得的荣誉寥寥无几 其中在德甲以及德国杯的历史上更是一穷二白 与拜仁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总身价上 勉恩斯目前也只有拜仁的八分之一 双方实力差距十分明显 勉恩斯上轮联赛对阵波琴取得一场大胜 但这很有可能只是球队此前连续六轮联赛不胜后的回光返照 前锋卡连安尼斯和上演了帽子戏法 个人 经济联赛入球数上升至七个 暂时成为对内头号射手 勉恩斯今仗能否敲开拜仁大门的关键可能就在此子身上 勉恩斯此前四届德国杯最远都只是进军至第三圈便打到回府 虽然经界有望取得突破 但是运起不佳碰上拜仁 勉恩斯连续两年止步德国杯第三圈只是时间问题 阵容方面 门将罗宾辛特拿和前锋底贝亚索志等人皆因伤缺阵 作为德国足球史上最成功的球队 拜仁总共32次赢下德甲桂冠 如今更是处于冲击11连贯的伟业当中 史无权力 而在德国杯历史中 拜仁也先后20次捧杯 同样冠决德国足坛 毫无疑问 拜仁如今在德国足坛一家独大 诸如多蒙特以及丽华古迅等竞旅 都始终无法撼动他们的统治地位 不过 拜仁此前两届德国杯也有大一诗荆州之时 他们连续止步第二圈 这与在之前连续三届杀入决赛 并且两度夺冠的演出简直插天共地 虽然经界已经轻松闯入到第三圈避免悲剧重演 但对于拜仁来说还远未到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 拜仁在最近22次得假队正免恩斯赢足17次之多 期间至少攻入三球的大胜比比皆是 而在经济连赛首循环交锋中 拜仁凭借爱立足普莫婷等六人建功最终大胜对方 双方此番交锋结果已是呼之欲出 阵容方面 门将纽亚和前锋杀迪奥文尼等人均应商修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